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之争 明天开始连续三天将进行电话民调 胜出者会代表国民党角逐2022的南投县长 其中除了民企跟地方实力在伯仲之间的 立委许淑华 马文军之外 还有南投市长宋怀林也加入了竞争 三叔之争到底最后谁会是赢家 三个人都表示如果在初选胜出 有信心可以延续国民党在南投的执政 民进党现在在南投县 虽然县长的正式人选还没有浮上台面 不过已经有一些潜在的候选人 已经开始在活动了 而且中央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 未来我们可想而知的是 民进党在各个县市将会用中央的资源 挹注给所有县市长他们提名的候选人 作为他们的政治支票 这是我们相当担忧的 不过凭借着我们20年来 在地方在地的深耕跟经营 以及我们的服务绩效 我们还是一样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答应 我一定会帮南投县守住 国民党在南投县的这一个席次 虽然用民调的方式 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 不过长期以来在地方努力经营 相信乡亲都看得见 也希望可以获得所有县民的肯定跟支持 对于整个南投未来的发展 我已经准备好了 希望所有的乡亲给我支持 给我力量 我相信以我在单任议员跟市长 大家看到我的青年度 看到我的认真度 看到我的服务上的这个热心 我相信很多的军工教警会给怀民支持跟鼓励 我们也希望选上了以后 能够代表国民党争取县长的这一期 我也相信有我们必胜的把握 因为毕竟以我的行政经验 我们能够让县民更放心地 将这个责任偷付给我 我们会鼓励的护家衣 感谢观看